6月21日早上,新韩金融集团官宣了与金秀贤签订模特合约,并计划于下月1日发布广告,继2014年,2020年担任其他金融公司模特后,金秀贤将再次担任金融广告模特,在这些内容公开后,让人意外的是,此前流传在网络上的贴文内容瞬间引发热议,这条小道消息6月13日左右,在韩国DC论坛流传,贴文内容中写道, 在论坛中有个用户,可能知道内部信息,他从原来开始就说过支持金金,一直坚持不懈地说金金会结婚几,说就算以后结婚了,真粉们也不要离开要支持,在金秀贤音乐节事件时这个人又来了,说金秀贤绝对不是盾牌,在周一恋爱说出来那天的早上,说大概下午金秀贤这边会出来点东西,上传了说看了之后再判断的文字就走了,事实上也出了新闻,甚至像彩虹一样爆发的辟谣新闻, 而且今天上午也来了日,说KSH之后还会新出四个广告,7到8月左右会有金融广告,也透露了金志愿会有饮料代言,等等看就知道这人说的是真是假了,而现在,7月1日新韩金融集团广告代言的官宣,已经证实他的说法,加上上面我们曾经就提到,金秀贤和韩语媒体,毫无预兆地澄清,真的很难不让人怀疑,这个韩国人的身份, 当时金秀贤被中国一个叫Fly to Moon的粉丝,对于截图在海外设媒造谣后,并且还不止一次,在金秀贤泰国见面会活动时,还发布车淫忧的机场照片,造谣他已经回国,舆论在海外发酵, 当然最多讨论的地区还是集中在东南亚和中国,因为我们此前聊过,因为日韩对于隐私的特殊保护,他们本身对于偷拍明星生活本时就保持着最基础的界限,并且不会相信一两张图片制造的谣言场景,甚至当时参加音乐节的韩语明星大友人在,真情旅也参与其中,均未被拍摄造谣,当时关于电音节金秀贤的舆论风波,就根本没有刮到韩国,并且在第二天, 有更多的知情人士和真正的粉丝,放出了现场更多的视频,以及自己与偶像交流的内容,已经没有粉丝会相信这件事情的发生,除了一些金秀贤的对家粉,再努力造谣拉低金秀贤的人设,本来任谁都能看得出,这出闹剧,选择冷处理应该就会是最好的选择,然而在事情过去两天,也就是6月11日中二这天,中午左右金志愿更新了个人的INS官方未录的拍摄图, 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,我们看到了最初40家韩瑜知名媒体的颈喷是澄清,并且当天陆续报道的大小媒体超过90家,可以说整个韩瑜媒体几乎都参与其中,对比他们发布的内容几乎一致,再结合当时那条推文内容,在周一,也就是比报道提前一天的时候,当所有人认为冷处理是最好的选择时, 那个人提到,大概下午金秀贤这边会出来点东西,应该就是媒体对金秀贤绯闻的采访,而最终统一时间内一股脑的发布,但其实就是现在来看,站在明星角度或者报社角度,这件事都应该选择冷处理, 因为我们此前也提到过,当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后,韩国路人都感觉到小题大做,认为媒体为了流量,什么采访都做得出来,甚至还到了金秀贤公司的澄清内容,到了伤害女爱豆自尊的程度,不过这些显然都不是金秀贤她的考虑范围,如今这个人录透的内容,只剩金志愿的饮料广告还没有证实,不知道会不会再次迎来一个回旋标, 我们现在应该都知道,金志愿在首尔的两场粉丝界面会之后,会飞往台湾进行代言战场,剧传是和周杰伦一起,显然在《泪之女王》之后,资源有了质的飞跃,此前每一部剧都有着好的口碑和评价,但个人资源远远比不上现在的进步,当然也有粉丝发现,金志愿在首尔举办首场粉丝界面会的场地,Soul Paysquarell Hall,是属于韩国Shinhan Card公司的场所, 而Shinhan Card是韩国最大的信用卡公司,同时也位列全球前五大信用卡公司,它的总部位于韩国首尔,是金秀贤刚刚官宣代言的,这家新韩金融集团的附属公司,不过由于金秀贤与金志愿之间的巧合实在是太多,并且客代表在搜集资料后发现,金志愿此前成就有签约过Shinhan Card的代言人,并参与了多项宣传活动,出演了Shinhan Card的电视广告, 在这些广告中推广Shinhan Card的信用卡产品,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Shinhan Card的相关推广,包括发布与Shinhan Card相关的照片和信息, 再加上SoPay Square Live Hall也是首尔比较知名的活动举办的,也就不需要再考虑两者之间的联系,不过在20日金秀贤飞往日本,为自己第二场,也是与金志愿同时间开启的见面会认真筹备时,在机场还是被网友发现了很多趣事, 金秀贤在此次机场时尚中也展现了简约干净的风格,黑色T恤搭配裤子,整体上展现了统一感,再加上相同颜色的帽子,给人一种既不过分又舒适概念的感觉, 金秀贤在进入机场出镜口,面对媒体的镜头又是镜里又是笔星,浓化了不少人,并且在众多粉丝礼物中,助理受众帮他收了不少, 但有一位粉丝亲手写的用四页炒作封面的信,却被他攥在手里,并且放在最上面,还被拍到了低头看,咧嘴笑的照片,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,他身上穿着的Seline,这真的是很少见的,而其实金志愿早前在参加新加坡活动时, 当时应该是接到了Seline的商推,在机场拍了不少美照,而金秀贤这次,通过了解,是没有走商务通道的, 抬除了街道广告推广的可能,也就是说,他这身全黑的Seline搭配,来自于自己的私服,而且不单单如此, 他没有使用大的饰品,只使用了必要的最小限度的饰品,这一点也引人注目,金秀贤背着设计简单的单肩包, 同样也是Seline,强调实用性的同时展现出时尚的一面,与自己之前的运动穿搭差距不要太明显, 很多时候我们说,判断一个人恋爱与否有迹可循,此前有网友对明星恋爱做总结, 第一点,最容易垂的一点,如果这个艺人的大粉突然脱粉回彩,战姐观战跑路, 基本八成,九成就是恋爱了,不是恋爱也是出大事了, 这个对于已经快四十的金秀贤来说,如果还有一堆梦女群体,想想都有点反胃了, 显然放在他身上没有那么靠谱,其实用他的话来说,现在的他已经不用藏着掖着了, 第二点,看他的采访公开活动,如果最近总是表达到了婚嫁年龄, 渴望爱情陪伴幸福生活的,那很有可能是已经有一些动作在给粉丝前一幕化作铺垫, 让你们慢慢也觉得男大当婚女大当价,心态能较为平和地来看待这件事情, 这个其实对应我们上面提到的,他开始强调自己已经四十了,并且很幸福,会更幸福, 第三点,着装配饰,这个比较难辨别是因为艺人很大一部分这装都是品牌送的, 品牌送你也送我,确实是有一定的状款可能,但是真情侣也是真的爱穿爱用情侣款, 比如某艺人上节目买衣服,还给自己的女朋友戴情侣装,所以如果两个艺人平凡撞山撞配饰多次, 这点除了我们刚刚机场说到的风格转变外,其实他们在剧组已经出现过多次, 但当时就是担心代言问题,没有深究,第四点,社交平台突然更新频繁, 还都是个人生活向的动态,宣传博,商务博不能散,第五点,突然爱发歌,爱发歌词的, 那多半心境上,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,那个暗戳戳的小心思根本葬, 其实我们能发现,在《类之女王》结束后,虽然一直在发德国, 但金秀贤强调过多次,她觉得《类之女王》结束了, 频繁更新的INS和泡泡,太多金秀贤的另一面呈现给大家, 而对于音乐,不单单在韩瑜夫妻结滑雪视频换了BGM, 泰国个人见面会的音乐更是好品,不知道22和23日两天, 他们俩又会准备什么样的惊喜?